阿姨 啊 哦 牙麦戴水母小模蛋 牙麦戴水母小模蛋 请告诉我 谁是世界上最帅的摄影师 反正不是你 看你那熊样 你可能没听清楚 你好好看看啊 杨卖这水母小模担 杨卖这水母小模担 谁是世界上最帅的摄影师 都跟你说了 反正不是你 怎么听不懂啊 至少有问题吧 杨卖这水母小模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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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谁是世界上最帅的摄影师呢 当然是你了 小脚老师 研究又高又聪明 呃 世界上最帅的摄影师 呵呵 大家好我是小脚 最近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 杨卖这水母小模担 当然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对于类似产品的拍摄呢 我们有以往的教程 大家可以先回顾一下 虽然还可以像上次教程一样 这么拍摄 但是如果这样拍的话 就感觉没有质感了 因为没有反光啊 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 我不喜欢那个反光条 觉得很暗眼 但是你可以回头想一想 如果没有反光的话 你怎么知道是什么材质呢 对不对 就好像 你去看民族舞 他不穿衣服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民族呢 解决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反光拍的好看一点 不就可以了吗 看看小九怎么去拍摄吧 首先呢 我们要把水晶球放在一个拍摄台上 哎呀 这是废话了 然后呢 我们就准备一个带猪嘴的闪光灯 在这个闪光灯前面 我们放了一个牛油纸 如果不用牛油纸的话 光太硬了 眼睛看似非常的好看 但是静谈的照片就不适合了 所以拉开一定距离 为了就是得到合适的渐变 有了渐变 中间亮一点 周围黑 这样就可以让水晶的边缘清晰了 我们来拍摄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 拍摄的水晶里呢 很通透 而且里面的气泡也非常的立体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高光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反光条 就没有质感 感觉非常非常的平 下面我们就来给它增加一个高光条 拿一个柔光箱直接放在侧面通过观察 把高光放在水晶球的左上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块的高光太难看了 然后呢就是厉害的了 用黑色的大理胶把灯贴出一个十字 其实就是模仿窗户的框架了 这个时候呢 把灯再放在刚才的位置上 看到没有 酷似窗户光啊 是不是这样的高光就不突兀了吗 看看我们最后的成果吧 我们也没得水晶球的 也没得水晶球的 谁是世界上最帅的摄影师呢 我们也没得水晶球的 也是有尊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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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有尊严的 ater